一會入閘 紅麗蛇 全部馬筆準備妥當第四場四班千四 大熱是五 準備 暫時牽制 五號大熱 王旗已經舉起 一開閘的時候 晉王丹丹丹丹 在後面慢慢切入 前面快的街運起 六三天意外面旅遊王者 內蘭陽明秋秋中檔第五位 紅毛藍衫還有這隻王家魅力 最後一層的馬 牽緣齊飛在外面 中間粉紅衫是火白盒 內蘭藍眼罩淺藍衫還有紅麗蛇 中間還有這隻幸運時代 再後面 尾五橙眼罩很有益 後多小的馬 有這隻晉王攝入內蘭 外面開心旅程尾二 武術冠軍包座落尾 勇福勝 接近香港特訓馬 前面帶頭的馬 街運起在裏面 外面是旅遊王者 第三位陽明秋秋 第四位 藍衫紅毛王家魅力 第五位 六三天二 內蘭 紅麗蛇 在外面黃衫那隻 牽緣齊飛 馬林後面 還有粉紅衫 白鼻梁那隻 火白盒 橙眼罩 近面還有很有益 逢出去 最出是幸運時代追 繞到最後直路 旅遊王者 先出來 中間位置六三天二追 裡面有陽明秋秋 再後多小的馬 橙眼罩馬林中間很有益 外面追的馬 還有幸運時代 繞到最後八多米 偷出的馬是天意 賣遍旅遊王者 紅衫 外面是紅麗蛇 藍眼罩 最出幸運時代上緊 接近終點 天意就贏出這場賽事 跑第二名 紅麗蛇 第三名 幸運時代 第四名 有陽明秋秋 旅遊王者 相當接近 結果這場賽事 大熱門 原來最後還是五 不過也是跑位置 13號 贏馬 就是天意 紅麗蛇 跑第二 幸運時代 跑第三 應該是第四名 陽明秋秋 又贏馬 十三號 天意 背湯美 又幫蘇寶萊 跑第二 九號 紅麗蛇 奇寶敦 第三名 五號 幸運時代 潘頓 第四名 十四號 楊明秋秋 天意 最後 五點八倍 六點八倍 六點八倍 雖然有點內閃 不過背湯美 也收回證 對 和背湯美第一次合作 就贏馬 馬房 今季給了兩匹 背湯美 贏 今天蘇寶萊 成績都很好 兩場上名 今晚這場就贏馬 好 回來後有預計派彩 跑第一名十三號的天意 讀贏派五十八元 位置派二十元 跑第二名九號 紅麗蛇 位置派二十七個半 跑第三名 五號 幸運時代 位置派十八個半 連贏位 九答十三 派二百一十四元 三重彩 十三號、九號、五號 順序派二千四百一十八元 單貼 五號、九號、十三號 派四百四十六元 位置Q 九答十三 派七十九個半 五答十三 派五十七元 五答九 派八十四個半 跑第四名是十四號的楊明秋秋 天意 終於贏一番場了 名次是第三、第二 之前 這次是坐正 十級以上 今天蘇寶羅也不錯 金碧光芒、辣辣椒 都跑得近 暫時三場都在 三選一的預計派彩 勝出組合A2隔夜半熱門 派二十元 蘇寶羅那麼貴的頭碼 數字來到第十四場 看看四連環預計派彩 五號、九號、十三號、十四號 派四千六百五十九元 四重彩預計派彩 十三號、九號、五號、十四號 順序派八萬二千一百一十二元 今天旅遊王 自己推了出來 嗯 配湯尾 夾著蘇寶羅 雖然合作次數不多 但是成功率還不錯 兩冠一季 沒錯 當然有很多其他熱門馬 例如失準 可能是圈圓齊飛 例如武術冠軍 大家都去看看他們的走勢 好了 巡邏影片都準備好了 起步 最順盡的就是外面的駿王 十三檔都起了起琴 立刻放進去裡面 前面什麼馬快踏呢 外面就是紅衣、紅帽、旅遊王者 中間就是街運起 今天都咬得幾前 後面是陽明秋秋 中間帶了一個紫色面菇 就是王家魅力 綠色衣、藍帽就是天意 外面是牽圓齊飛 帶了一個紅眼罩 中間戴白臂娘、粉紅衣 就是火白盒 落爛位置就是紅麗社 接著就是幸運時代好有益 爆味了四隻 開心旅程、武術冠軍、晉王 和那隻是勇復星來的 這場步速比較慢 都59秒多 你看這些馬 都有好幾隻 流途窄口 三、四位的兩隻 現在都挺搶的 紅麗社也有些拜神 原本還是外擋一隻 天然齊飛 圓球網空三跌 後面有幸運時代 藍山和噴塔今天都釘出去衝 算是釘得不錯 吃了一個步速 進來直路 看見天意這裡 還按住 還沒動 背湯尾 等下 這裡打力地搖 拿到邊的時候 有一點點閃 立即收彎 撞到後面 外面的幸運時代 和紅麗社一隊追 騙員齊飛也很頑皮 對 第四場複榜完不派彩作實 位置 9搭13 排79.5 5搭13 排57 5搭9 排84.5 組合讀人3選1 勝出組合A2隔夜半夜門 排20元 四連環 5號、9號、13號、14號 排4659元 四重彩 13號、9號、5號、14號 順序 排82,112元 馬寶派彩 頭關12號、次關13號 排376.5 頭關12號、次關9號 安慰獎 排101元 第一口 媽T第三場 第四場 排15876元 分斷時間 鏡頭段13秒68 第二段22秒17 第三段24秒02 末段23秒14 總時間1分23秒01 總時間1分23秒01